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透过多项科学教育活动 培养学生科学应用知识 提升创造思考能力 为彰化线科学教育奠定优良基础 透过国立彰化师班大学教授的指导 我们在各国小里面 设计了各种科学闯光的游戏 可以从今天的活动看来 对未来培育我们科学助养的公民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闯关 同时也让国小的应届毕业生 来服务我们的学弟学妹 让他们对我们学校在离校之前 做下一个很好的贡献 开幕式由彰化师大学生 安排科学惊奇秀表演 让同学享受一趟科学经验之旅 联薪国小的毕业生 也设计了十个关卡 让与会来宾闯闯关体验科学的奥秘 利用橡皮筋的弹力和扭力 然后跟子弹一样会让它旋转 会让它飞得很远 如果你是低年级的话 先把钱币放在低年级的前面里面 然后纸牌贴着玻璃瓶口 快速的抽动 如果钱币掉到瓶口里面的话就破坏 大众科学日在各地方政府的支持下 推动到各县市国民小学 由国小毕业生自己设计科学闯关项目 制作海报 讲解科学原理 让学弟妹闯关学习 是一项以科学为起点 表达毕业生对母校思念与感谢 非常有意义的科学闯关活动 期望借由活泼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学习用科学的方式思考 进而培养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 公益频道林俊敏张华采访报道